早上好啊大家 我現在醒了 準備起床 其實我五點多就醒了 昨天占卜了三個客人 然後因為前天睡的比較少 然後呢就昨天晚上還做直播 所以就很累十點多十幾點就睡了 然後所以一般睡六七個小時就醒了 我五點多就醒了 然後現在就刷評論啊回覆別人啊 現在六點半 然後我準備起床去梳洗一下 準備念經了 因為其實金剛經最好是早上七到九點念 晨時陽氣比較足 然後金剛經又是鍛鍊陽氣的 所以我現在準備梳洗一下 吃個早餐就開始念經 謝謝 我這個人呢就比較注重效力 所以我剛剛下樓去拿早餐的時候呢 就順便把熱水給燒了 今天呢就先吃個早餐的時候 A.D.開來 我們家的小貓咪太調皮了 謝謝 謝謝 好 好了 前面的內容呢 是我前幾天錄的 然後我今天呢 跟前面一樣的時間 六點半 但是此刻 我是剛通宵完 因為要趕圖給客戶 那我們為了趕緊的把視頻放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一期就做那個第三期的粉絲問答 首先第一個問題 鬼喜歡吃什麼東西 鬼啊其實並沒有說喜歡吃什麼或者不喜歡吃什麼 他們比較喜歡的是煙跟酒 因為這是他們能量的來源 那如果是路上的話 除了餓鬼到啊 那餓鬼到他們是沒辦法吃東西的 餓鬼是吃東西的時候就會喉嚨會噴火 所以要讓餓鬼吃東西的不濕呢 是有一定的遺鬼的 那是給餓鬼到的 那其他的孤魂尼鬼他們愛吃啥吃啥 啊 第二個問題 鬼穿衣服嗎 有一些穿有些不穿呢 有一些是他們生前的衣服 或者是他們去拿到別人的衣服來穿的 嗯 有些不穿衣服 看他們自己吧 嗯 第三個問題 鬼討厭人穿什麼顏色的 沒有 這個這個偏好並沒有啊 他們 嗯 第四個問題 如何避免碰到飄 這個很難說 其實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的鬼 但是 要碰到的機率呢 也很難講 呃 那種特別陰森的地方呢 或者是特別黑暗的地方 或者是特別聚集 嗯 那種 不好的人的地方 特別多 大家盡量避免去了 嗯 第五個問題 你一直不投胎會怎麼樣 會變成孤魂野鬼啊 嗯 嗯 第六個問題 下午被鬼壓床是什麼原因 那其實鬼壓床這個事情呢 可以單獨出一個專題來講 因為鬼壓床呢 它其實在那個生理上面 是睡眠障礙的一種 那為什麼下午容易被鬼壓床呢 其實是下午我們睡午覺的時候 通常會呃 比較焦慮 或者是比較擔憂下午的事情 那你的精神很亢奮 但你的身體很疲勞 尤其是學生黨啊 就很容易出現睡眠障礙 其實不一定是鬼壓床 那鬼壓床 我們下一期 找一個專門的時間 詳細的聊鬼壓床的事情 呃 第七個問題 密室逃脫裡面是真的有鬼嗎 有一些有 我剛剛已經說了 那種陰陰暗暗的地方 就很容易有 而且現在很多密室逃脫 專門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什麼冥婚啊 然後什麼 呃 筆仙啊 蝶仙啊 之類的 那種千萬不要搞啊 那種很容易惹到髒東西了 那裡面有沒有真的鬼 也許有 啊 看你幸不幸運呢 啊 呃 第八個問題 鬼會傷害人嗎 會 有一些索命鬼會的 比如說 像那種拉替死鬼的啊 或者是 你身邊的冤親 就是給你索命的 就會傷害人了 那其實鬼呢 如果 是 瓶水相逢的鬼啊 其實 並沒有什麼 傷害別人的 他可能只是嚇唬一下你 或者吸一下你的陽氣啊 精氣神啊 之類的 如果是冤親呢 那就很有可能 產生生命危險了 或者其實 鬼跟在人身邊啊 多多少少都會對人 產生影響 所以呢 身邊有鬼的 盡量都送走吧 嗯 鬼會看到你做的任何事情嗎 其實 能 但是 他們沒這麼無聊 為什麼他老是要看你呢 是不是 這怎麼說 這個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無緣無故 會去看別人做什麼事呢 雖然也是八卦哈 但是 嗯 這個問題 哈哈 略過吧 嗯 下一個問題 怎麼樣才能判斷家裡有沒有鬼 難 就是 凡人 普通人 比較難判斷家裡有沒有鬼啊 呃 如果你覺得 家裡 陰陰陰陰陰陰的 就是老是 感覺不舒服的話 比方說你去住酒店啊 或者是去別人家裡 就是感覺氣場不對 然後很不舒服 基本上 都不太乾淨 但是也有可能是人家陰煞比較重 嗯 怎麼判斷有點難 真的 呃 那怎麼判斷自己身邊有沒有鬼 這些鬼是因為什麼原因 跟著自己是家人還是別人 怎麼判斷呢 我之前出過一期身邊有鬼跟生的是什麼表現 但是 其實我覺得 你有沒有撞鬼啊 有一個判斷方法 首先第一個是地點的排出法 比方說你在這個地方會鬼啊 床會不舒服 會看到東西 那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就不會了 那多半是這個地方裡面有的 那叫類似地附陵的東西 那 你去了別的地方就沒有了 那就不管了 你離開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假設說是 你某個時間段突然碰到 那 那比方說像鬼月啊 不小心在路上看見啊 這些OK的沒關係 這些一次兩次看到沒關係的 那如果你長期覺得自己身邊有人啊 或者是 你出現一些精神性疾病啊 類似抑鬱症啊 精神分裂啊等等的 或者說你自己感覺運勢很低 沒有我之前那些已經講過了 那差不多你可以去找師傅看一下 就是科學無法解決 那你就去找學人學解決一下 OK 那 下一個問題 朝朝遇到過最難對付的妖魔鬼怪是哪種呢 其實 我並沒有對付過妖魔怪 我只對付過鬼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 用符 或者是 我還不能做法師嗎 我基本就是用符 就是沖身啊 喝符水啊 或者是飛符殺鬼啊等等的 嗯最難對付 好的但是沒遇到 可能是我遇到的少 其實鬼真的沒那麼多 就是大家放寬心沒那麼多的 嗯 下一個 嗯 民間的那種冥婚真的有用嗎 冥婚呢 就是 前線 有分幾種哈 冥婚 有一種呢就是 死人跟死人的 有一種呢是 死人跟活人的 那死人跟死人的這種呢 其實不要勉強人家 我們養肩都在自由恋愛 為什麼陰間要讓人家 就是 嗯哼 就是包辦婚姻呢 對不對 那其實 因 呃 就是冥婚這東西 其實會影響兩家人 呃 有不好的例子 所以盡量如果 就是家長說 那個某某親戚 想要幫他做冥婚 建議大家 跟家長說 只有戀愛吧 不要包辦婚姻好不好 那如果是洋人跟陰人 冥婚呢 這種情況很特殊啊 有一些呢是 又細分成幾種情況 第一種呢就是 不小心 洩漏了自己的八字 然後剛好有別的人看上了 那就把你的八字 拉去做冥婚 就是你 以後的姻緣就很困難 那你以後 百年之後下到地府 可能就會跟這一位 共結連你了 那第二種情況呢就是 呃 你身邊的冤親 就是 拉著你 冥婚了 那就是 也是讓你沒有姻緣的 那種情況 都是得好好去解決啊 但是也不是 每個人沒有姻緣 就是被冥婚了啊 這個 如果 大家覺得 自己被冥婚 這個也很難 很難 很難說是哈 就假設自己去 去呃 啊 反正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 八字千萬不要隨便給別人哈 明字出生年月日 這個基本ok了 所以就涉及到十成這個啊 因為冥婚呢 他需要八字的 呃 所以就 嗯 大家注意啊 千萬不要隨便把自己八字給人 像我自己占卜 我也不會要八字的 我只會要你的名字跟出生年月日 已經足夠看了 ok 嗯 下一個問題就是做到事會不會很辛苦 尤其有本職工作兩者兼顧會不會有點難 你看我現在不就是通宵完給大家來錄這個視頻 呃 其實 因為其實我是這樣子的 我會把自己的時間排的比較的 呃 有規律一點 就是比方說 我有很多的占卜客人 我會排他呃 幾號呃 然後幾點一個幾點一個幾點一個 我一天最多能看四到五個看時間吧 那其他有工作的時候我就會呃 以工作為準 就是哪個幾 我就會把哪個當成呃 最要緊的任務 就是 就是那個 花時間軸嘛 然後去排自己的工作 那其實平時我們初一十五要呃 呃 請神開壇 那平時呢就是給施工他們呃 呃 換酒水啊上香啊等等的 那需要寫符 我們初一十五要寫 武法符嘛 就要喝武法符 那我沒有需求的時候呢 也會呃 給客人寫符啊什麼的 那寫符這個事情呢 有一些是天天都要寫的 但是像我呢 我一般是會背著一兩套 常用的符在身上 那有需要的時候再另外寫 我一般是這樣的 所以本職工作跟道士的工作 會不會很難兼顧 我倒覺得不會 就看自己吧 我覺得看自己 嗯 下一個問題 歷史上龍的出現 通常伴隨雷雨天氣 以及極端氣象現象的成因 呃 是是有龍的 但是呢 因為龍呢 他是管下雨的 還有江河 但是這個呢 我跟龍不是很熟 所以這個問題 我想略過 我覺得有點超過我的知識範疇 哈哈 嗯 下一個 晚上總是說夢話 是因為自己壓力太大嗎 這個是生理問題吧 嗯 不是選選問題 如果是說夢話的話 確實啊 就是 啊我自己會說夢話 因為有時候我夢到被 被不乾淨的東西跟的時候 我會說夢話 我會被中 哈哈哈哈 就是自己的一些 嗯 生理上面的反應吧 我感覺 下一個問題 對於年輕的修行的人 或者修行時 偶爾會有生理衝動 要如何去面對呢 有聽師傅說 觀白骨 觀但感覺效果有限 不知道招招怎麼看待呢 觀白骨 我師傅說觀白骨 是絕法來的我 那我們自己啊 我們自己門派是可以結婚 所以 生理衝動這個 我覺得就自己解決吧 就有 有對象就對象解決 如果沒有對象就自己解決 但是不能過於平凡啊 人呢還是要承認自己的欲望的 承認了自己的欲望 才能更好的修行哈 那我師傅就說 你要先修世間法 再修出世間法 所以就是 我們還是把自己當個人看的 OK 下一個問題 像招招在的與鬼有接觸的門派 在拜師加入門派之前 都是能看見鬼的嗎 看不到的 是不是和這樣的門派無緣呢 其實很多道士他是看不見鬼的 我甚至見過一些道士身邊有鬼 他自己不知道 所以其實能不能見鬼 這個不是衡量你入門的一個標準啊 我們自己門派 好幾個人都不能看 不能看到 只是有感覺 就是看到不舒服 就是 陰氣啊 煞氣啊等等 就會感覺不舒服 就是一種感通吧 就感覺的靈通 嗯 你說 是不是每一個門派 每一個人呢 他們都有特別的要求 這個我就不確定了 嗯 所以我們這個 其實只是看個人 嗯 看個人 那下一個問題 氣運低迷的時候 多看書 多出去旅遊 有利於緩解嗎 那其實氣運低這個事情呢 有分幾種情況 首先第一個就是流年不順 比方說你犯太歲 這種情況就很容易流年不順 那第二種情況呢 那就是你在入大運之前呢 三到五年都會倒霉的 就是你入運其實還蠻艱難的 嗯 所以這個時候會經歷一個比較困難的時間 那第三種情況就是有鬼更生 嗯 所以這個要具體區分 那當然我覺得自己去排解一下不好的情緒 多看書 然後多去走走 對心情有幫助 但是對氣運不一定有幫助 嗯 嗯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那現在的是什麼心 其實這個呢 他在經書裡面講的其實是說 啊 過去佛 現在佛跟未來佛 那這三個呢 分別就是 嗯 燃燈佛是過去佛 現在佛是釋迦摩尼佛 那未來佛呢 是彌勒佛 那所以就說 這個心呢 就跟他們要傳導的一個心念 就是那個理念 啊 佛道有關係 那其實我自己理解這句話就是 你此刻的自己 跟過去的自己 不要去對比 跟未來的自己也不要去對比 因為不相同 啊 對 因為你人是一直在變的 你這世界是變化的嘛 所以呢 所以呢 就不要以現在的心去衡量過去的事情 也不要以現在心去篤定未來的事情 嗯 我不知道這個解釋對不對 嗯 我覺得佛經裡面的東西呢 除了佛經本身他的解釋之外 其實要多一些個人的理解啊 嗯 下一個問題 道家弟子只能異性戀呢 不是 我師父說了 嗯 同性戀也是可以入道的 人妖也可以 嗯 嗯 我想知道我親人去世了之後去哪裡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因為你不可能知道 嗯 其實不太好說你的親人過世投胎去哪裡 這個是一個不可說的事情 我們自己也查不到的 嗯 所以不要糾結這些 因為他去世了 其實你們的緣分就已經盡了 親緣已經盡了 你盡好自己的孝道 然後啊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多給 陰人基因的 那 洋人呢 自己要多做功德 也要教育後輩 給祖先多基功德 就已經很好了 嗯 不要糾結這些事情啊 下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啦 我覺得很長啦 嗯 下個問題就是 外國鬼講英語嗎 家裡二百年世代信天主教死後還能超度嗎 外國鬼 我說了他沒有他心通啊 就是 沒有 就是他知道你的語言 他可以告訴你他在說什麼的 不一定是說英語的啊 那 信天主教能不能超度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不從突 但是要看信仰者本身 他願不願意去做這個事情 嗯 就是 宗教這個事情呢 嗯 還是看信仰人本身 就去做這些事情啊 我 沒辦法說 我搶求你別的宗教的人來做我們宗教的事情 這個都是看個人 好吧 那今天我們的那個問答就到這裡了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嗯 好 那我今天 真的 現在 差不多七點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做早課 呵呵 就重複我前幾天錄的那段內容 OK 那現在 那今天的內容先到這裡啊 那下一期我們講什麼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啊 呃 我這一期 哦 太慘了 OK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了 拜拜 一見三連咯 拜拜